还有过年期间这个呱呱乐可以说是掀起了一股旋风 在桃园的杨梅就有五个人集资 他们买了整本的呱呱乐 还将呱呱乐从三楼的窗户垂降 拍照放上网路 很炫 没想到每个人还是赔了一百七十块 一百张呱呱乐从三楼窗户垂下一整串好壮观 这是桃园杨梅五个人集资三万元 买下整本一百张的呱呱乐 想在过年一元发财梦 没想到最后每个人小赔一百七十元收场 嘉义地检署的员工也集资合买 手上拿着呱呱乐排成一排 笑到何不拢嘴因为刮出了十万元 像他们这样封呱呱乐的人今年特别多 好辛苦啊 今天卖了一个早上才领到这些货而已 这个大概两天就卖完了吧 塞牙缝而已 彩券行老板起个大早赶紧到银行补货 因为除了店里五百元以上的大面额 呱呱乐早就已经被扫光 一拿到新的彩券 抓紧时间就忙着上架 因为客人早就等着上门 我本来就没有打算买大面额的 就是买小面额 因为知道大面额都没有了 马上刮那种感觉上的快乐 人手一劝希望无限 这位先生一手拿着没吃完的冰淇淋 另一手就忙着刮刮刮 光是过年这几天 刮刮乐买气比平常好了八倍以上 也比过去新年期间好了两三倍 全台湾刮刮乐创下三百亿营业额 原因就在于过去刮刮乐种类只有十款左右 今年double到二十款 甚至大面额刮刮乐 中奖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百 刮刮乐越来越热是因为 它过年都会出那种大面额的 比如说两千块的刮刮乐 它投奖有两千六百万 往年过年都只会出一款的 一千块的刮刮乐 但今年出了两款 刮刮乐买气胜过大乐透 因为过年前几次大乐透 都有开出投奖 奖金没有累积 即使加码营业元 吸引力也有点不足 不过春节六天假期 全台湾还是多了 两百三十二名百万彩券得主 六号要开奖的威力彩 投奖奖金更加码两亿元 总奖金上看四点八亿 想在新年得到财神眷顾 仍然还有机会 东三财经新闻 王传言林医生 台北报道